讲完了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我们瞬间进入它的内部研发 这个内部研发呢 其实是相当于是自行建设一个无形资产 但是内部研发这个事现在变得特别的关键 已经是国家战略了 尤其是美国的话呢 卡这个华为的脖子 就是芯片嘛 就可以发现研发这个事对企来讲 包括对国家来讲 甚至到民族这个角度来讲 都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事 那咱们会计上呢 就得把内部研发这个事 当作一个重要的项目 提升到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层次来进行反应 我们那个财务报告呢 甚至因此呢 单独在利润表里面 加了一个叫研发费用 其实就是管理费用的一个明细项 以示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内部研发的话呢 在这儿先说内部研究开发这两个阶段 一个是研究阶段 一个是开发阶段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研究阶段 通俗讲叫实验室阶段 实验室 啥意思呢 就这个阶段的话呢 本身它是探索期 探索这种事就不靠谱 成功概率非常低 也可以说呢 探索这个阶段本身它画的全是个无底洞 往往很难形成所谓的成果 因此呢 研究阶段花的钱 直接在发生的当期 核销到管理费用科目里面去 这叫研究 你看 研究阶段是指为了获取或理解新的科学技术知识 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 你听这词就听着它不扎实 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呢 就是蒙 它的特征是计划性 探索性 这个呢 说白了就是没准 没准 因此呢 在这个阶段花的钱 它本身呢 属于形成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 探索期嘛 直接按照谨慎原则 当期核销到管理费 有多少全部核销 开发阶段 开发阶段这个就比较靠谱了 开发阶段这个词啊 全称叫市场开发 大概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实验室已经成功了 然后现在开始实地操作阶段 我给你打个比方 糖尿病是现在困扰世界的一个三大疾病之一 据说是只手 市卫组织呢 曾经发过一个试 谁要是能够治好糖尿病 我们在市卫组织大楼门口 给它树一个雕塑 可以想象这糖尿病 现在是个特别大的问题 内分泌的问题嘛 那么糖尿病 现在有一种新技术 就是通过从健康人身上 他们这个胰岛素 移植到这个病人身上 因为它本身糖尿病就是 胰岛素的分泌处的问题 以这种方式来治疗糖尿病 据说现在实验室已经成功了 正在进入市场开发阶段 那么实验室成功之后 就是这个东西已经经过了什么 动物试验 人的试验 因为专门有一个行业叫试药人 给你扎一针 然后过一个月去检查你的身体 这个的话呢 已经过了实验期了 你实验阶段本身这东西属于探索嘛 它这个钱花的话 直接走管理费了 那么成功之后 它现在进入市场开发 市场开发就涉及到 这个要怎么设置 剂量的设置 包装的设置 就这事基本就靠谱了 因此开发阶段这个钱呢 它的指向性就非常明显 也就是说这个技术 已经是呼之一出了 所以说开发阶段花的钱 通常是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可能性会大一点 看这 商业性生产之前 这个将研究的成果进行设计 进行产品的材料啊 装置啊 产品的整个的款式的设计 和包装的设计 这就属于开发阶段 开发阶段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 因此这个钱针对性非常强 而且形成成果的可能性非常大 可以这样说 这个时候 无形资产已经呼之欲出 当然这个无形资产说的是专利权 研究开发的不同点 这个大家了解 目标不同 对象不同 风险不同 结果不同 这个呢 不会考 你就知道个大概就行 目标不同的话呢 研究阶段属于漫无目的 而开发阶段 针对性非常强 因为研究阶段属于刨地 它这个刨的话呢 本身能不能打出油来 或者是能不能刨出金子来 是未知的 是个无底洞嘛 刨着刨着 发现这个范围是有希望的 开发阶段的话呢 就属于针对性非常强的 对象不同 研究阶段就是漫无目的的 就是广撒网去捞 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 我们目标的这种技术 而开发阶段指向性非常强 风险当然也不一样 研究阶段的风险巨大 研究阶段成功的概率 就跟遭了一批的概率是一样的 开发阶段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研究阶段 已经把它这个风险筛过一轮了 对象也是不一样的 研究阶段得出的往往是基础性成果 什么叫基础性成果 就是那个比方说 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牛顿的什么什么三大定律 这就是基础性成果 但是你得在实践里面 把它转化成产能 这是开发阶段 这些呢听懂就行 不考这个 他要考的话考这个 这个资本化条件 这个考 同时满足五个条件应当资本化 哪五个 第一个 开发阶段的 开发阶段的 开发阶段同时满足五个条件应当资本化 同时满足五个条件应当资本化 不是研究阶段 是开发阶段 第一个 完成该无形资产时期 能够使用或出售 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这个呢 为了方便大家被 我给你把它简化成四个字 叫技术可行 听懂没有 技术可行 技术上是可以操作的 第二个 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 并使用出售的意图 简单来讲叫有意图 就打算干这事 第三个 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 包括能够证明运用 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 或无形资产本身有市场 无形资产如果在内部使用 要证明它有用 这句话呢 洛尔巴说的其实就是一句话 就是它得有用 或者是有价值 再来 第四个 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 或其他资源的支持 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 并且有能力使用 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这个呢 通俗讲叫有支持 我前面讲那个爱迪生 发明电灯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团队的 它是有一定的团队支撑 包括那个洛克菲勒 给它提供资金支持 也包括它的团队的 这个发明的 这个队员的一个支持 技术支撑 资金支撑 缺一不可 没有技术和资金 这个东西是玩不软的 你像咱们国家的歼20 据说它一次试飞 就得花一百多万 那那个的话呢 都是拿钱砸出来的 我们国家之所以 现在军事上有突飞猛进 就是因为经济上发展了 有钱了才能做得出来 第四个 有支持 第五个 归属于无形资产开发支出的成本 必须可靠计量 简单理解为可靠计量 也就是说呢 你花多少钱 这个得有数 而且有可靠的标准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计量吗 来 这五句话 我再给你背一遍 第一个叫技术可行 第二个是打算干 第三个是有用 第四个是有支持 第五个是可靠计量 当五条同时具备 这个时候 应当将开发支出 计入资本化 来吧 我们看看具体怎么处理 研发支出的快据处理 这块用了一个科目叫 研发支出账 研发支出账 我们这样子啊 给你画了一个钉字账图 研发支出这个账户呢 它的借方登的是研究费和开发费 看研究费开发费 有多少 先在研发支出借方进行规计 而研究费有一个特点 刚才我说了 有多少 合销多少 当期合销 计入当期管理费 那么这个分路应该是 借记管理费 代记研发支出 第二个呢 是这个开发费 开发费要分情况 分什么情况呢 我刚才说了 同时满足那五个条件 你才可以自败化 如果做不到五个条件的 同时满足 那么开发支出 就应该是计入当期的损益 也就是费用了 你看 不够资本化条件的 是走管理费 够资本化条件的 是走无形资产成本 不过这个你得说清楚 它寄无形资产 你得无形资产 完了工 你才能寄无形资产 它要是没完工 怎么办 没完工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借方有余额 看题板 截至期末为止 没有完工的无形资产 累计发生的 允许资本化的 开发支出合计 其实在报表里面 管它叫开发支出行 这个其实什么意思呢 你看 研发支出的借方 规计的是 研究费 开发费 研究费有多少 当期都消化到管理费里面去了 开发费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 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应当资本化 即无形资产成本 如果做不到 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那开发费都走管理费 问题是 无形资产完工了 才能转无形资产 没完工 它会趴到 研发支出的借方余额 研发支出的借方余额 就是代表着 截至期末为止 没有完工的无形资产 累计发生的 允许资本化的 开发支出合计 说白了就是 没成型的无形资产价值 没有成型的 无形资产价值 这个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有个专业的名词 叫开发支出性 表达的就是 没成型的无形资产价值 因为它没有成型 所以说它的价值 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不稳定 那咋办 脆弱是吧 那就至少每年末 要去检测它是否减值 我前面多次给你提醒说 定期测减值的是仨 你看 商誉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要定期测减值 定期测不是定期提 第二个就是这个 研发支出的解放欲望 研发支出的解放欲望 表达的就是 没成型的无形资产价值 也要定期测减值 它可不是定期提 是定期测 走 来来来 我们再总结成文字 研发支出的研究开发 研究走管理费 开发不够资本化的走管理费 够资本化的及无形资产成本 那要是没完工的无形资产呢 够资本化的这个 那就形成研发支出的解放欲望 表格里面叫 开发支出项 定期检测 是否减值 OK 这就算被过了 我们把那个书上的文字 转化成这种图解的方式 更加直观 如果无法区分研究和开发 怎么办 这个研究开发的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界限明显 如果实在分不清研究开发 那就都走当期的废话 做管理费 这样做是为了简化 也是为了谨慎 无法分清研究开发的 通通列管理费 内部开发无形资产的成本因素构成 开发无形资产 耗费的料费 劳务费 注册费 开发中无形资产 使用别的无形资产 或者是特许权的摊销费 按照借款费用资本化原则的 资本化利息费 这是开发无形资产的一些花钱的内容 这个东西背的必要性不大 看看就行 关键是后边这个 除了刚才这些 归属于无形资产开发活动的一些费用之外 那么其他的一些什么销售费 管理费 间接费 以及达到预定用途前发生的 可辨认的无效的初始运作损失 为了运行无形资产发生的培训支出 不构成无形资产成本 这一块需要大家稍微的都看一看 这块要多看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主要考反向操作 什么意思 就正面的因素构成 一般没人考 他喜欢考哪个不构成其因素构成 就刚才说的销售费 管理费这些都好记忆一些 关键是后这个 无效的初始的运作损失 包括培训支出 这个不得计入无形资产成本 这个得知道啊 一般账 我们看看分路 这研发支出 它有两个明晰账 一个叫费用化支出 一个叫资本化支出 啥时候登费用化支出呢 就是刚才说的 合销到当期管理费的这一部分 走费用化支出 记住资本化的这部分 叫资本化支出 代方有银行总款 代方有原材料 代方有应付职工薪酬 搜 研究费走管理费 借管理费用 代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费 在达到预定用途时 转入无形资产成本 这个就是研发成功了 借无形资产代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搞定 这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画过了 只是在那分路看一下 来个题 甲公司09年初 开始研发某新产品专利 投入了研究费600万 10年进入开发 发生了开发支出 1,200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是 1,000 那就是200走管理费 这里面你看600走管理费 这个里面的200 是不是也走管理费啊 这样的话呢 管理费总共是800 没错 2011年1月取得成功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有一个注册登记费120 注册费 律师费 应该算作无形资产取得的一个代价 应该计无形资产成本 这点注意啊 期限10年 它在1月份取得的 那么 我们后面会讲无形资产摊销 我先给你打个点 无形资产摊销的起点 是在取得的当月 也就是在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的当月 它开始贪 减少当月是不贪的 比固定资产提前了一个月 等会儿还有一个问题啊 它这个期限是法定期10年 有效期12年怎么办 算短的 我们后面会讲 这也都属于后面要讲的内容 我提前先给你铺个点 无形资产摊销期是选择法定期 有效使用期 合同期 就是给你几个期 你就挑那个短的就行 这样做是为了谨慎 要是这样子的话 那它的入账原价 就是1000的资本化的开发费 还有谁 还有120的注册费律师费 打包 1120 除一节 10年 一年多少 112 搞定 来看第一问 关于私刑研发无形资产的表述 谁说错了 研究阶段的支出发生时直接寄管理费 那这句话对着呢 不需要通过研发支出科目规计 这句话是错的 那就说这个是不正确的 开发支出的应答全部资本化 谁说的 它资本化的条件要求同时满足的是五个条件 方有资格资本化 先通过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核算 等到达到预定状态时再转入无形资产 这个呢 关键是错在这儿 研究阶段支出也可能资本化 不可能 这个也是错的 开发阶段支出 不一定全部记住 没错 这个是不一定 这是不一定 因为它构资本化条件的才可以记住资本化支出 不构资本化条件的走废话支出 成功申请专利的注册费 及无形资产 这就很对的 要这么说的话呢 有三个地儿是错的 A是错的 看见没有 G是错的 B是错的 C是错的 没错 他让你挑错的注意 再看这个 09年是研究阶段 研究费全都费用化 做损益 没错 对着呢 10年是开发阶段 开发支出在资产达到预定状态时 全部记住成本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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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分情况的 刚才你也看了 只有1000是可以资本化 那个剩下的话呢 是走当期的损益 无形资产的研发的损益是800 没错 它是600的研究费 200的不让资本化的开发费 这不800吗 入诈是1120 没错 它消息是12年吧 不 较短的10年 这么说的话呢 正确的是ACD OK 再来一个 下来关于内部开发 无形资产的支出 谁说对了 将研究阶段支出 走当期管理费 没毛病 无法区分研究开发 全都费用化 对着呢 研究阶段支出 其资本化条件 是能够单独 核算 不不不不 研究阶段就没资格资本化 开发阶段支出 在满足一定条件 是允许确认无形资产 这是可以的 开发阶段 它是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方可资本化 进入开发阶段 并已经开始资本化的研发项目 若因短缺资金无法继续 应该将已经资本化的 全部走到 引外之处 这也说的是报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本来它是资本化了 但是没法继续 没法继续的话呢 这属于无形资产 没有成形就给报废了 也就是咱们刚才聊的 那个研发支出的 接方余额 本来它应该表里面 叫开发支出项 对吧 什么CH7保为止 已经资本化的 然后没有完工的 无形资产的累计 开发支出合计 那个东西说白了 就是没有成形的 无形资产 一旦它继续不下去了 属于报废 应该走引外之处 这个是对的 那这么说的话呢 ABDE是对的 没错 再来一个 甲公司16年初 研发一项新技术 17年初进入开发 17年底完成开发申请专利 16年研究费花了600 总管理费呗 17年底累计研发1600 符合资本化的是1000 税法说了 追列75% 这个有点超了 咱们现在好像 还没有讲所的税呢 不过提前可以热个身 啥叫追列75% 通俗说呢 你说你花了100块钱 研究费花了100块钱 会计上说了 走100的管理费 税务上说了 你得按照175扣 这样做的话呢 就是让你多扣点支出 利润可以少一些 少交所的税 变相的国家 对整个研发的一个支持 不光是研究费追列75% 开发费也是这样做 你说你开发费300万 允许资本化 即无形资产成本 好了 它上了300的175% 即无形资产成本 这能怎么支持 你摊销的额度 肯定比它那个 没有追列之前的那个 要多得多 就是寄税的额度 扣税的支出会更大一些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细说 在这没法展开 来你看他问什么 将研发项目的研究费 做长期待探 No 这个应该走光了一杯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 与其可预税前抵扣的差 确认递严所得税资产 不不不不 无形资产研发的追扣 从本质上讲 属于永久性差异 虽然说呢 那个资本化的部分的追列 75%属于什么 资产账面 小一季税可抵扣 但他不做地研所的这些资产认定 他实际上处理是 是因为所得事要没讲 将来你就知道了 再来 第三个 自符合资本化条件 开始到达到预定用途 发生的研发费用资本化 金额寄入无形资产 可以 这没问题 第四 研发项目在达到预定用途后 将所发生的全部研究开发费 可预于税前抵扣的所得事影响 确认为所得税费 不不不不 他有一部分 即无形资产成本的 那个追列 75% 是要通过以后的逐期摊销 影响所得税 这么说的话呢 天哪 只有C是对的好吧 没错 其他的话都有问题 来我们看上 19年的多项选择题 下列关于无形资产的论断 谁是错误的 先看第一个 外包无形资产开发活动 在实际支付价款时 确认无形资产 这句话呢 说的不严谨 你外包的这个无形资产 你也得等它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时 才做无形资产 无法区分研究开发 全部费用化 即当期存余 这句话没毛病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只有存在简直迹象时 才进行简直测试 这句话呢 是后面的一个内容 首先说什么叫 使用寿命不确定 比方说专有技术 也就是所谓的祖传 Mifra 口喷嘎的汤 对那个 它是没有期限的 没有期限的话 就没法贪了 那么没有期限的无形资产 就干脆不贪 但是它有可能造成虚增 那怎么办呢 定期 它这个定期频率是至少每年末 至少每年末去检测 它是否简直 注意啊 不是至少每年末去提检直 至少每年末去检测 它是否简直 有了简直了 你再提嘛 符合这个待遇的 有三个资产 前面再说过一次了 一个是商誉 一个是没有期限的无形资产 还有谁 研发支出的戒方育额 也就是 研发支出的戒方育额 就是没有成型的无形资产价值 他们哥仨 由于它的价值非常脆弱 水分很大 至少每年末去检测 它是否简直 而不是在发生 简直迹象是在测 记着啊 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前 为了宣传新技术 发生的费用 寄成本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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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发费这块走 当期算益 不得寄无形资产成本 这样的话呢 ACD是错的 OK 行了 无形资产 整个的自行研发 也算是说完了 没有人 好 不得了 这一刻 我们有点误狱的 当你逃过 对我有点误狱的 准备了 我们有点误狱的 我们有点误狱的 有点误狱的